请问老师当初是什么契机 让你一致相信并跟随熊老师 自信 不是信我的师父 是自信 是信字 因为我从小呢 这个就是很怪的一个人 人家叫我小老头 七八岁上学 人家给我起了个名叫小老头 什么意思 小孩子像个老头 小孩子活蹦烂跳 我不活蹦烂跳 我老师坐在那 静静地看着他们活蹦烂跳 就像一个老人看孩子 所以人家叫我小老头 那后来才知道跟前世有关系 跟累世是一个活佛 在修正有关系 跟你们台湾还有很深的发源 所以是那么 但是就是你们中间很多人 实际上在小的时候 都异于人 意识不同和别人不同 但是你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 就是你们跟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样 不争东西 不抢东西 有些东西很超然 那就是前世带着灵的来了 然后追求的前世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这个老觉得 我的父母不是我亲生父母 我老问他 我亲生父母在哪 他们恨死我了 我就是你亲爹 我就是你亲娘 怎么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了 但是我就老觉得不是 为什么 前世 我就觉得 又穷 又没有 又没有好东西吃 整天吃地瓜干 连个玉米饼子都吃不上 那这哪是我家 前世是啊 前世你是法王 你是活佛 那都供着你啊 什么都游着 不是 那个记忆就很深 很深 所以是 看见人家 这个老人家过世 哇 就哭得稀里哗啦 不是我 不是我的亲人 跟我没关系 邻居老人家去世 他就想哭啊 我爸爸说 跟你啥事呢 你哭呢 又不是你爷爷奶奶 你哭啥呢 我说不行 就是哭 就是哭 后来稍微大一点 就开始会思考了 看爸爸很辛苦 为什么 每天要做工 生病也要去做工 因为不做工就没有薪水 我们那个时候 老爸一个月才领三十块人比 那个六几年吧 我六六年出生 六几年 七几年 所以说爸爸不上班 没有这三十多块钱 我们整家就没办法生活了 这个 但是呢 这个 这个我就想 爸爸为什么要活着 为什么活着 你吃饱了饭 你去干活 干活 干活 回来吃饭 吃了又睡觉 睡了又去干活 这个 为什么要活着 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就很多骨盖 很多骨盖 那灵性不昧 就在寻找 寻找 所以感到我遇到我的熊老师的时候 明白了 因为他宣讲的一些东西 我明白了 就是我要找的 我要找的 所以是 那这个名师难遇 我们在那个年代 我们有一个优良的传统 就是尊师中的 就是对师父那是个虔诚 我师父对我特别不好 经常骂我 虽然没动手打过我 还经常诽谤我 这个我的师兄弟那个时候都 我做人很爽 就是很爽快 山东人嘛 然后吃饭请大家吃 然后有好东西分给大家吃 不自私 那这个很多师兄弟就觉得 张师兄很爽朗的一个山东汉子 然后很佩服 然后就在师父那说好话 说师父 张师兄挺好 怎么这么的 而师父说 他呀 什么玩意儿 一个这样说也就算了 我说他搬弄是非 两个来说 那我就不服气了 我就去找师父 我就去找师父 我说师父你不表扬我就算了 你又不至于损我吧 他说要损我 师父说 我不损你 谁损你 人家承认损你 这个淹石处高度 你越跟我学就学 不学就滚蛋 就直接就让我滚蛋 我说滚蛋就滚蛋 自己豪杰 但是滚蛋了又回去 这就是那种 那种年性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 我那一世没有命宫 然后转世的时候 去了兜率陀天 转世前去兜率陀天 那么弥勒菩萨 去找弥勒菩萨 告诉不行 这样弥勒菩萨 这样弥勒菩萨 不能来 为什么 我们这些大活佛没有命宫 没有命宫 不懂得修身 所以那一世六十多岁 得癌症死去 然后 那 弥勒菩萨就去找 这个我们在这个兜率陀天 内院里面 还有一个八经神宫 兜率陀天 内院 不是只有一个弥勒菩萨 耶稣的天 乐园也在那个地方 就是他们从高危空间 降到低危空间 接引众生 因为 他在兜率陀天 欲界四重天 离我们众生比较近 那里是一片净土 无染的净土 所以是 也有老子的八经神宫 在那个地方 所以是 弥勒菩萨就带我去见 这个 太上 弃行 这个 通过道的 这个 练行法 练命法 补足 这个传承的丢失 本来我们是有的 释迦牟尼 原教义里面 将来 这个 会做一些东西给你们 会看到尼泊尔 在尼泊尔的 一千 快一千年的一个古庙 是释迦祖人给 释迦牟尼建的庙 里面是有命宫秀法的 但是我们在传传传传 传丢了 传丢了 所以即便是活佛 大活佛 也可能不全 那这个是 它属于技术方法 这个层面的 所以我今天说 只有佛 佛教 没有佛 法 是什么原因 就是技术方法 丢失 经说都还在 大藏经都在 但是里面 怎么下厨房炒菜的 没带着人 你去炒去了 那是要实证的 技术方法 所以是 那么最后 这个老子呢 他就说安排 转世在山东 上一世在你们台湾嘛 转世去山东 山东去哪里 这个全真妻子修道的地方 就是王重阳祖师 带全真妻子修道 他们承道 在我们那个山东文灯 我老家就在那个地方 属于渭海市 然后呢 这个 这就是这个故事 后来我的师父才 透露 就是 当年他到山东文灯 受老子太上的指令 去寻找一个姓张的人 姓张 贡长张的人 那么所以说 他是那个时候 是以十年七宫热的形式 在办七宫班 但是他就给文灯的学员说 在文灯有个姓张的 然后将来你们遇见 就一定带到我跟前来 结果很多姓张的 去找他学七宫 结果看一个不是 看一个不是 这个 有一天就我终于出现 因为我在中国兰州上大学 那个时候他根本就 没在 我没在问的 老家是问 这个结果是 他看到我就认出我了 因为他看了以后往上问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那么他受命把这个单道密法 要传播地教会我 教会我 他也知道我的来历不是道家 就是上一世不是道家 但是他奉命要传命公 找到我他就不放了 然后他一半边就把我喊去 一半边走哪里都把我带着 然后就是要快速成就 这是 这就是什么 这是 圆 有些人 这个 见了我就哭 师父啊 我为什么见你第一面就哭 圆 圆 就是你 这辈子就要来找我的 那就是要跟着我修道的 那我也不是我 因为 我是奉命传承 我不代表我 我没什么东西 我只是传承 佛家的 师父的传承 道家师父的传承 耶稣的传承 穆斯林的传承 古埃及的传承 希腊的传承 说师父你咋会有这么多传承 因为当时我拜师的时候 立了个愿不好 立了个啥愿呢 当时那是九几年 九几年没有阴太太 没有阴太太 也就是我两个师姐骗着我去拜师 我明明是当学生去了 这两个师姐非得骗着我去拜师 实际上是师父秘密地让他们俩拜师了 非得逼着我去拜师 我说拜啥师呢 我大学毕业 拜啥师什么年代 你还古代华山论剑的 还要拜个师父 然后说不拜师父 就当老师 结果两个就陪着我坐火车 我们一天一夜 跑到火车慢那个时候 就在路上做我的工作 你要去拜师 拜师不一样 好了那去了去拜 去拜又没手机吧 又没银带带 师父说立大院 立大院 我说立大院 我听说阿弥陀佛有四十八大院 我不记得 没背下来 那个是堵了阿弥陀佛 不记得 这立啥院好了 师父又等着 那边起乡了 这面你赶紧写黄福祉 要上去烧 烧给玉皇大天尊立案 这非得立院 我说好了 这很简单 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有啥院 所有圣贤的愿望 我都帮他们去实现 这个都愿错他的拐棍 来帮助他们实现他的愿望 好了这一下 师父当时拿过来说 真的 我说啊 不是立个愿吗 我说师父说 你真的 我说那还假的吗 那就真的吧 也来不及换了 师父也没讲清楚 对不对 那就烧了 烧了这一下很惨 这个什么佛教 道教 义学 什么道义学 什么 这个 这个伊斯兰 对吧 你也听我讲圣经 人家逢是成圣的圣者 在人间没完成的事 我都得管 掌声一下 没有办法 但是师父你到底是什么传承 这个什么传承 都得干 你们跟着我学 也别挑挑简简了 那既然跟师父学 师父的愿也是你们的愿吧 掌声一下 这好好干的 这说多了 这就说师父 跟我是同性共愿的 有些师父也问我说 你凭什么不跑 我这么羞怒你 你为什么不跑 后来你们知道 我后来才看到 《密了日巴大石传》 我还没像他那么惨 这个还要背石头 我想我背石头 我肯定跑了 对不对 那么累 还被人折腾 这个还好 那我就跟师父讲 我跑了 我真恨你 我不跟你学了 后来回去想一想 这个 他又有本事 我为什么不跟他学 他越不教 我越要跟他学 耗着劲 我又来了 就这么 跟师父这一个善缘 是自信 信自 信自己是佛 信自己是道 信自己要解脱 不是为了师父 不是为了宏道 是自己要出六道 受不得苦 在人间做人太苦 不做人 不做人 也不能做天人 天人这个 最后这个 辅祥进来 又下来堕落 所以天人也不做 也就是要处理 处理心生起了 处理心生起了 又发了个不好的愿 然后那就是菩提心了 对不对 自觉觉他 要觉性圆满 那就是 只有受苦 受累的活 有的人说 师父你至于吗 你至于这个 一年到头 都不离 不着家 到处跑吗 我说不是我想 我是不得已 发的愿不好 发的愿 你得去兑现 你就只能到处跑 去帮众圣贤 把他们应该引渡的人 都觉醒了